今天这个插播一段变成最后一段了 前几天在手机上又看到了一个段子叫做新版的事说新语 体验另外一种看人生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思虑太少可能失去做人的尊严 而思虑太多可能失去做人的乐趣 第二如果一直腾不出休息的时间 那就只好腾出时间生病了再休息 比如我们做传媒的 第三挣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 能否挣钱看智慧会不会花钱呢 看品味 第四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 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半下辈子呢不一定能够遇见了 第五当我们是少数人的时候可以测试我们的勇气 而当我们是多数的时候可以测试我们的宽容 最后人生最难吃的是三碗面 人面情面场面 其实呢这三碗面呢是杜月生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说过的 都很高兴 所以我说是一个人的心能 就是一个人都在一上海做一道 我还没有想要 只是一段时间 让我们在这边 看到我们那边就能够遇见了 就能够遇见了 那是个人的心思想 感谢观看